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些照片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些人呢 是做什么的 各位知道吗 这是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呢 他们在做什么 好 据说这个是什么附身 装备不太像 三太子一般 装备不是指的是罗杖 对吧 骑无敌风火轮的 那这一个呢 看起来好像 他的装备不太对 各位看一下 他比较像什么 对对对 孙悟空 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这里边呢 那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说那个孙悟空喜欢吃什么 香蕉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小朋友呢 那个香蕉呢 第一一开始呢 他没有注意到 他就没有剥皮 就直接塞给他 那你如果是他 你要不要吃 含着眼泪 只好吃下去 所以这个小朋友后来被大人 被大人指点说 你要把那个皮剥下来 再塞给他了 所以他吃的第一根呢 是没有剥皮的 那各位看就是说 这个哦 他扮演的那个模样呢 其实呢就是 哦 这些人都是 这些人哦 等一下你会看到 这些是鸡瞳嘛 那这些鸡瞳呢 你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他不同的 所谓的不同的神明附身 他其实呢 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哦 各位要知道 这是很专业的哦 不能搞错哦 那像他呢 就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附身嘛 所以你看他从头到尾 包括你看 他是不是要学那个抓痒 对不对 你注意看一下 那你看这个 小朋友一直呢 一直关心呢 他有没有吃够香蕉 有没有 好 我们很快稍微看一下之后呢 我再跟各位讲 这个场所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这个是基同训练班 你们的想法里面呢 基同怎么来的 他天生就被附身 然后呢 突然就会讲天上的语言 然后呢 就可以呢 帮大家服务 你问他事情 然后他就可以跟你讲 一皇大帝说什么 或者是说 那个 比如说 那个 你看是哪一个 你去的庙 不同的庙 那不同的神 他就跟你讲不同的事情 是这样吗 结果我想不想 其实他们上班之前 应该讲说 正是能够为大众服务之前 其实前面有一段 他其实是在做训练 他必须要训练 那这个训练呢 其实呢 这个是 你们要知道 每一个行业有他的那个 职业的那个特点 或者是说 他必须要做什么事呢 他必须要呢 对于呢 他所服务的这一个庙 他的主要的神明 他必须要学得呢 他的特色 例如就是说 这个是苏文空嘛 所以呢 他就表现出是这个样子 好 换成另外一个场景 他如果是在妈祖庙呢 他需要这样吗 他不需要啊 所以他这一个人 他所受的训练呢 就是在那个 苏文空方面的庙里 那如果你其他的 你是在那个 妈祖庙服务的话呢 你当然呢 如果是基同的话 有时候甚至还要呢 模仿怎么样 女生讲话 所以呢 这个都是有专业需求的 就是有专业要求的 所以 并不是呢 随便就能够 当基同 好 另外呢 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 这个在做什么 各位知道吗 你们想不想 就是你要 道士 你要成为大法师 是要检定的 而且这个检定呢 它是有它既定的流程 那请各位看一下呢 这个流程是什么 他要 各位知道他要做什么 那在现场 当然呢 之前呢 会先做一些法事 那这些法事呢 先做完之后呢 你看哈 这个都有相关的标准流程 标准流程 然后呢 你们再往下看 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好 各位看哈 好像说这个 有一个先锋关 各位看到了吗 这是间梯 就是 各位哈 大概呢 各位想一下 三十公尺 十层楼高嘛 那它要上去再下来 那才通过这样的检定 好 通过这样的检定 那来 我们先问各位 你们觉得会不会受伤 那你要爬这种东西 有没有技巧 有什么技巧 各位想一下 那要怎么爬 你的脚要怎么踏 我们想一个简单的道理 刀子 刀子要怎么样弄 比较不会受伤 简单的 这样砍会不会受伤 轻轻的这样砍会不会受伤 不会受伤 这样才会受伤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你如果要爬 你要怎么爬 要想办法 就是让施力的面积呢 要怎么样 减少还是扩大 是不是应该扩大 扩大那个面积嘛 然后不能太快 不要乱动 那这样 其实呢 大概就不太会受伤 而且呢 你们敢不敢爬这种东西啊 这个职业风险好高喔 对不对 就是各位看 那我们现在呢 在看 这样的活动呢 它会不会做安全措施 我相信古代应该是没有 但是呢 现在在目前台湾呢 在做这些道法式的检定呢 会不会做安全措施 一定会的啦 如果没有还得了 你想看 爬一半掉下来怎么办 对吧 那个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我们来看后面 你看 它这个每一把剑 其实它是有贴符纸的 好 那你等一下看它的脚 各位我们注意到 它不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它每一步上去呢 都是侧的喔 好 那这个是有技巧的 好 没错吧 请各位看 好 而且它中间呢 还有呢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你看它背后 那你看它背后 背后呢 背后呢 跟它的附近 其实是有人在 在注意它的安全 所以这个看起来呢 没有想象中的危险 只是说 这个如果有聚高症的话 大概是没有办法完成 因为你在怎么样 十层楼高 对不对 万一你都不要乱看 爬上去 不敢下来 那怎么办 派吊车来 那也是很惨 所以这个是要有一定的胆量 而且呢 那个要在上面拔杯喔 所以它有它既定的那个仪式 好 那这个大法师呢 是不是只有男性 没有 像它这个就是公主的女儿 所以呢 那个你们看就是 男性女性其实都是有的 好 那这是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 在民间信仰里面 有一些那个 县长大概是这样 好 另外我们刚刚讲的孙公复生那个 那现在再来看 那个 正式的训练班 你们应该比较少看到这么年轻的啦 对 我等一下给你们做对照 就是像它这样应该是比较少 这个是训练班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说 它的那个步伐要怎么走 其实呢 这个都有教导 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每次的那个庙会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走的那个步伐呢 好像呢 都颇为类似 对不对 那个都不是自创的 这个呢 都是全部呢 都是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呢 不断的那个训练 训练出来的 所以呢 你看到喔 它的仪式也好 或者是呢 那个 它要那个 笔的手势 还有脚 这个其实呢 都是在这种地方呢 做训练的 那我再给各位看一个 一群鸡筒 如果全部 在一起 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正式上演了 刚刚那一些是新修班的 这一些才是正式的 那他们呢 那个是到一个 比较花莲那边很大的庙里 那你看到呢 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那个 不同的鸡筒 你们大概稍微看一下 它的台步 它的首饰 这一些呢 不会有那个 差距不会太大 那另外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女性的好像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男性呢 通常呢 有时候会拿一把剑去砍后面 对不对 那我们等一下再问你们一些问题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穿这样 这个围托不是都小孩子在穿的吗 那为什么会穿这样 来 你们一般讲的三太子 一般的基本的配备是这个 罗诈是不是那个 要有个风火轮嘛 各位看一下 就是你现在大概呢 有一个印象之后呢 来 各位有什么想法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说 他们的角色是什么 他们在民间信仰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而且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对吧 对吧 独特的现象就是说 请各位想一下 在那个 比如说西方的宗教里面呢 有没有这种 这种类型的 你可以讲说是神职人员也好了 有吗 他们的角色是什么 啊 扮演神 扮演神 你说他扮演神就是替代神吗 还有吗 对 就是好像神的具体象征 那不会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神像嘛 对不对 那这个呢是活动的人 那那个 那个刚刚另外一个同学讲的 没有错 他其实呢是不是沟通桥梁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各位这样看起来 有没有很多系统神很可怕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弄这么可怕 有原因吗 各位想一下 有没有原因 来 那证明他没有神力吗 蛤 不是证明他没有神力 哦你说证明神力 所以要把自己弄得很可怕 也许这是一个原因嘛 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这一些人 这一些人在社会上呢 是属于哪一个阶层 各位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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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些人呢 你纯粹这样看 很快你就可以分辨吧 他在社会上是属于什么样的阶层 或者是大概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主要是中下阶层为主嘛 对不对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就说好啊 那我们讲说 神明为什么要挑选他们 你如果是爱因斯坦 对不对 你要复生你会找他们吗 会找他们吗 不会嘛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 你要找一个附身 你要找谁 找中山大学物理系主任 就对了 你讯息的传达 才不会错误嘛 没错吧 不然你想想看嘛 你能够想象吗 这一个阿伯 他能够呢 被爱因斯坦附身之后 跟你解释相对论吗 知识不足嘛 对不对 没错吧 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合理吧 所以你倒过来想 就是到底呢 他们这些人是真的附身吗 如果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了 有没有附身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有附身的话 是谁附身在他们身上 那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啊 比方说你在那个庙会的时候 那比方说快要擅长了 对不对 那你就看到呢 这一些人在很多人注意的时候呢 他还继续活动 那走到巷子里边的时候呢 就突然正常了 那等到又看到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呢 他又起来了 又开始活动了 好像呢 某个程度上又有表演的成分 对吧 好 各位想一下 来先问你们 你们的想法 你们觉得所谓的附身 有没有这回事啊 有吗 你们的想法怎么样 就是你们怎么办 看待这一类的那个现象 来 你一定常常看的 来 听一下你们的想法 那你觉得那个 是不是有可能 有的是真的有附身 有的是没有 对吧 所以到底呢 那个有没有附身 其实我们从外人的角度很难分辨 因为他这些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受过训练 他有没有附身 其实他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是 至少你职业水准的人 必须有办法表现出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到底是谁 会附身在他们身上 那这就很有趣了 好 那第三个问题出现了 那神明附身在他们身上 目的是为了什么 来 听一下你们意见 为什么 如果他在天庭过得好好的 他干嘛没事来瞎瞎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来 那你为什么要让大家相信你存在 那你为什么要让大家相信你存在 问题是现在有钱 他能干嘛 我们就不一定是用生意去 一定要想过的 想过 这里边就讲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你们想不想 全世界现在只有谁 哪一个地方还在烧纸钱 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有台湾 你们觉得那个紫钱的目的在哪里 因为再来 农历七月的时候 你会看到 常常的拜拜不是烧纸钱 那烧纸钱目的为了什么 庙方赚钱 货币 好啊 那货币是不是牵出到汇率 你告诉我 那怎么换算 人间跟地域的汇率怎么换算 而且他有没有对口银行 一比二十吗 对不对 新台币跟人边币不是大概一比五吗 好啊 那你说你烧纸钱 那怎么换算 这第一个 好第二个 你烧那个纸钱 最后谁收到 谁收到 各位想一下 谁收到 有谁收到 那如果说你烧那个东西 对不对 是为了给阴间的亲戚 或者是朋友 亲人 对不对 那反过来想一下 全球七十亿人口 绝大多数的人 是没有烧纸钱的 那他们不就很惨 他们的亲友 不是都在地域爱翁遍远 惨得要命 那就我们这两千三百万人的亲友 太幸福了 每一个人呢 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纸钱 对吧 是这样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概念 就是说那个烧纸钱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对吧 那最近呢 那个我看到有一个妙的做法 就很不错 他说你与其烧纸钱 你不如呢 你那个纸钱呢 一百块对不对 那你就直接呢 一百块买米 你就拿米来拜拜 那你要拿回去煮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如果要捐赠 那更好 这样是不是很实际 对吧 你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啊 对不对 那个纸钱是不是呢 你要砍树 你烧的话 是不是呢 制造二氧化碳 没错吧 那你这个米呢 事实上是不是贡献比较积极一点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我们一开始呢 先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们在看待这些现象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问题呢 你大概进一步呢 思考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一些地方 有点奇怪 好 换一个方式问 如果你是地方首长 你敢叫大家不要烧纸钱吗 不敢 绝对不敢 原因很简单 你下次还要选举 你试试看看 没错吧 你敢叫大家不烧吗 因为大家的想法很根深蒂固了嘛 那只是说 我们现在呢 在谈论台湾的那个 这一些宗教问题的时候呢 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些 让我们来想 就是说 台湾 这个地方的那个宗教现象呢 有哪一些呢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那这个特别的呢 包括呢 那个各位呢 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 这现象就是说 台湾的庙 是不是非常多 台湾你在那个都市里边呢 大概逛街一下呢 那你就可以发现呢 有几个东西很多 第一个 我们大概上课有稍微讨论 便利商店有没有很多 便利商店密度很高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房屋仲介的密度有没有很高 有嘛 对不对 第三个 庙是不是很多 没错吧 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也就是我们的庙宇呢 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呢 是不是呢 印证的就是台湾人特别喜欢拜拜呢 还有你们自己有没有拜拜 你们要考试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拜拜 会吗 会啊 那你拜拜的目的会是什么 比如说你会希望就是 联考的时候呢 有一个好的成绩 能够上好的学校嘛 对吧 也许是两阶段啊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 要联考之前先拜嘛 成绩出来的时候呢 再继续拜 就是说希望你能够上哪一个学校嘛 大概是这样子 那可想一下就是说 好 那如果不如你的预期 你要去还院吗 要吗 还是要 还是不用了 那不准我去别家 因为反正跟便利商店一样嘛 对不对 全家不好我去统一 我去Seven嘛 对吧 换一家就好了嘛 是不是这样 如果不准你会有什么反应 那那个 前阵我又听到一个 那个算是笑话 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人 他在那个 大家乐非常盛景的时候呢 那去拜拜 然后去求那个名牌 那前面其实都中 后面呢 他就呢想说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呢 整个呢就是压了很大的资金 结果完蛋了 干归 那全部输光光了 那怎么办 所以他很气嘛 很气呢 那个就跑到那个庙 把那个神明呢 就是丢到那个庙外面 那越想越气 所以又放一把火把那个庙烧掉了 然后他就绕跑 走路 就糟了 就离乡背景 去外面 那经过很多 经过了呢 那个十年之后回来呢 他想说去看一下那个庙 后来的下场是怎么样 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那个庙呢 后来呢 比原来的那个大小大概大了十倍 他不敢相信啊 他说怎么这个庙呢 现在香火鼎盛啊 所以他就问了一下那个旁边卖纸钱的那个阿爹 就是说 这个以前呢 十年前不是小小的 那后来呢 为什么变这么大 他说你不知道 显灵 十年前有一个事情显灵 什么事情 他说那个庙大火的时候呢 神明竟然跑到外面 所以大家觉得不得了 神迹嘛 对不对 庙整个烧掉了 神明是跑出去的 完全没有受影响 所以后来呢 很多人就帮他盖了一个很大的庙 各位想一下 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跟这一些呢 你在拜的这些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功利性呢 你如果准 那我就呢 来答谢 是不是这样 还是说 我们如果从文化的角度 或者是从社会的角度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主题 就是民间信仰里面呢 它有没有公众性跟集体性 好来 我们看 请各位来看讲义 一般 一般 一般说来呢 那个台湾的庙 最小的单位是什么 就这个 参陶参卫土地公 各位小朋友 土地公最主要的性质呢 他是什么神 什么性质的神 我说什么性质的神 就是比如说呢 你看那个 从王眼 他是司法神嘛 对不对 那他呢 他是什么 你联考的时候呢 你会拿准导证去贴土地公表吗 不会嘛 那个不是他的业务嘛 你找错了 对不对 就是你要办身份证 你应该去那个护证事务所嘛 你跑到那个 监理站干嘛 你跑错地方 他的业务是什么 是不是跟土地有关 所以他是什么性质的神 房地产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那个 比较早在发展的时候 没有房地产的概念 我们讲土地的时候 古代对土地最主要呢 的用途是什么 可以生产嘛 所以他是生质 质就是那个繁殖那个质 所以他是跟物产 食物的生产是有关的 另外呢 他也是跟什么有关 有 土 私有 财 所以呢 土地公呢 其实也算是财神 所以你们会注意到 就是说 在台湾开发过程 你会注意到一个现象 只要这个地方呢 开始呢 开辟呢 到 一开始呢 开辟没多久之后呢 最早出现的呢 一定是怎么样 土地公庙 土地公庙是地方的土地神 那这个土地神 其实很有趣 也就是说 他是 最小的 地方上呢 最小的单位 其实有一点类似呢 台湾的里长 甚至呢 更小的 他其实有比较像是什么 林长 已经小到那个 那个地步了 那 那个 我去做田野的时候呢 曾经去过一个 天工庙 那那个天工庙 在我看起来呢 他应该是怎么样 类似通灵了 所以通灵了 所以通灵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看 他如果问你的基本资料呢 是要求你提供 那个 你们家的那个 户籍所在地 就是你 现在都住在什么地方 你把住址抱给他 然后你抱给他的时候呢 他会那个 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会稍微等一下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因为你把户籍给他了 他马上呢 透过连线去叫你们那个地方的 土地公把资料汇报过来 所以那个是一个最小单位 比如说呢 你住在哪一个里 哪一个林 哪几号吧 对不对 那好 他开始呢 土地公是谁 调出来 然后呢 请土地公把资料汇报过来 那所以我看到呢 他就拿了一张 类似呢 那个白色的 白色的那个 A4的这样的那个 纸张 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那他偶尔就看一下看一下 然后他说资料还没传来 资料还没传来 好 结果大概 他跟我聊了一下之后 啊 都是资料来了 那会让妙 他一开始呢 那个 就跟我讲说 他看到的资料是什么 他 就反而闲聊 他说你是不是呢 睡在你们家 大概哪一个位置 你们家长什么形状 那我一听 是没有错啦 但是他那个资料没有update 那个是我们家大概50年前 大概是那个样子 所以他传的那个档案是 比较旧的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那个景象 那我讲这个就是说 你们看到啊 这个土地公呢 在那个神明的那个体系里面呢 他其实呢 是位阶 算是最基层的 其实我们在那个理解 这一些那个神明体系的时候 其实呢 各位呢 那个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理解呢 会比较容易呢 看出来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建筑师吧 他大概可能吃饱撑着 他就把那个他所理解的 道教的这些民间信仰的这些神 他的呢 用我们现在人世间的概念呢 下去解析 那其实蛮有趣的啦 但有一些地方不对 不过你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概念就是这样 最上层的这个太上老君 就是董事长的性质 底下这一些啦 三清 就是常务董事 那另外呢 他的外部 外部顾问呢 就是呢 你看到呢 盘谷啊 女娃啊 这些 另外呢 他一般呢 对外的主要的那个CEO 就是玉航大帝 好 那在底下 往下看 你看喔 你看喔 他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CEO群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民间的信仰的这些人 基本上呢 都可以呢 找到地方呢 那进 那另外就是 他还有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出生来人的人 还有各自的那个守护神 各自的啊 像说那个张州 一般张州呢 就是开张圣王 那还有呢 你看到呢 泉州 泉州呢 那其实呢 那个是 你们有听过 广泽尊王吗 郭宏府 那是泉州的 泉州的 那那个开张圣王 主要是张州的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用现代概念去理解呢 你大概就会比较知道 就是说 这一些呢 传统的民间信仰 他的那个 一些想法 大概是什么样子 好 请各位来看 那这一些呢 那个 土地公庙 你们看到呢 一般说来呢 他是带有呢 所谓的那个 部落性质 聚落性质 那这些聚落性质呢 而且就是 他跟村庄呢 他跟村庄之间呢 会有一些关联 会有一些关联 比如说呢 你们看到呢 那个 有的村 或庄 他会有呢 那个 土地公庙 那有的是一开始 是自己盖 但是呢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你的土地 你弄了一个土地公庙 对不对 那你那个 其他呢 附近的田地的农夫 会不会过来拜 会啦 你也会让他拜嘛 对不对 反正大家 拜拜保平安嘛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看到就是 有的私人说有 那有的是呢 大家出一点钱 但不管怎么讲 就是 大家一起拜 那另外呢 这里面有一个名词 叫做痴辅 那这个痴辅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拜拜之后的那些贡品呢 大家怎么样 就是一起吃 那通常呢 会有炉煮呢 他就伴桌 什么叫伴桌 伴桌应该算是台湾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你们找得到别的地方呢 有像台湾这种黑松大饭店吗 你们知道黑松大饭店 就是你在路边 对不对 你就看到呢 把路这边跟那边挡起来 然后搭棚架 然后就摆个二十桌 你们有吃过这种鞋 有嘛 这个就是南部很有特色的 就是黑松大饭店嘛 对吧 这种伴桌怎么来的 其实呢 就是呢 跟当时的社会形态 以及呢 这样的宗教信仰 其实呢 是有关联的 各位刚刚看 我们讲说那个伴桌 他其实是跟整个当时的那个社会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你那些败败的东西 对不对 你找一个呢 那个中后塞来 他就根据你现有的食材呢 然后煮给大家吃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有很多的现象呢 其实是跟呢 整个社会发展呢 是有这些关系的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先休息十分钟 Block 1 2 3 2